谢谢乃哥的大度量 我一直觉得乃哥是不是不喜欢我 后来晨晨哥跟我讲一句话 我才 原来他说你错了 乃哥不喜欢的人他不会跟你互动的 你看他一直跟你这样子一来一往 怎么会不喜欢你呢 我才觉得对 乃哥每次都故意一直弄我 他故意一直弄我就是 要让我跟他对干 然后就是有效果 我怎么那么傻呢 没有去想到他对我的好 反而想到说 他怎么在骂我那个字啊 对恍然大物真的很抱歉 谢谢乃哥的大度量 因为没有常常的联络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不了解 对方的个性 事情很圆满的落幕 让我学会 对以后 怎么样去应对进退 我们的人生 包括比我们年纪轻的 包括比我们年纪大的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 应该要先检讨自己 应该要先检讨自己 不能一下子就有委屈的情绪 或者是写出一些 比较 怎么讲 意气用事的话 自从那个事情发生之后 我就一直一直不断的在检讨 我妈妈也有 骂我 也有跟我讲说 人生应该要这样 尤其我现在不是小孩了 有时候我都忘记我几岁 一直在那边任性 这是不对的 我们也是要去分辨 什么是开玩笑的 什么是真正的 我一直觉得乃哥是不是不喜欢我 后来晨晨哥跟我讲了一句话 我才 哦原来 他说你错了 乃哥不喜欢的人 他不会跟你互动的 你看他一直跟你这样子 一来一往 怎么会不喜欢你呢 我才觉得对 乃哥每次都故意一直弄我 他故意一直弄我 就是要让我跟他对干 然后就是有效果 我怎么那么傻呢 为什么会不明白人家 在制造话题给你 你怎么还要这样子 说人家呢 没有去想到 他对我的好 反而想到说 他怎么在骂我 那个字啊 晨晨哥跟我讲这句话 我在 对 我在回来 我在一直想说 我真的很抱歉 对 恍然大悟 真的很抱歉 对啦 人家老了 越老了 心肝越脆了 你知道 我真的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 还可以得到大哥的原谅 这多么不容易 感谢你 对 我来说 感谢观看